以色列士兵争枪实弹 连续两天扫荡约带河西岸的捷宁 街上一片近空 居民完全不敢出门 而在以色列 人之家属公开骇人影片 这段去年10月7号画面 七位以色列边境女兵 被绑架到加萨后 遭到哈马斯士兵搜身叫骂 有几人脸上都是写表情惊恐 去年影片 家属选择现在公开 想对以色列政府施压 不过战争打了七个半月 越来越多西方国家 不再无条件停以色列 不止挪威 爱尔兰 西班牙 同一天宣布承认 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以色列气得跳脚 召回三国大使 但恐怕还有更多国家 准备承认巴勒斯坦 英国法国未来或许会跟进 不过以色列最坚定盟友 美国已经表态 现在还不到承认 巴勒斯坦是国家的时机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下载TV 下载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